懷舊 現在流行懷舊 以前年輕人 感覺用碳浦的風味特別 燒起煲出來的東西都不同 在深水埗摘根超過17年的曾輝 由大排檔做到入鋪 除了鑊氣小炒 頭抽雞等夠風味之外 最近還玩懷舊推出炭魯煲仔菜 咦 這幾人開始鑽涼 最適合了 羊腩煲 羊腩煲 最好吃的位置就是羊腩 炭魯和羊腩煲肯定是天生一對 漢哥只會用遼寧或甘肅的黑草羊腩 探他淡淡肉 還會跟著古法做 用當歸 擋心等藥材 加上南乳 腐乳 柱喉醬等 蚊兩個小時 炭火的熱力都差不多明火 羊腩煮到軟軟入味 酥味都不重 吃得見已經暖粒粒了 想再熱一點的話 緊就要試下麻辣雞煲 雞是每日新鮮漬湯的龍江黃油雞 師傅會先去走肥膏 斬斜 然後用辣椒乾 豆扣 丁香等 十幾種香料爆香 全部是即叫即做 用新鮮雞夠亂玩 就算煲來了 都不會覺得適合 漢哥說 距離以往都有溶炭爐 但煙都幾大 今年就轉了用無煙炭 的確 我們在餐廳裡兩三個小時 煙味和炭味都不算濃 但如果想用回計士爐都可以 漢哥最推介的 都是這款新創的海鮮竹 是順得人的距環 這款粥是改良版的粥底火鍋 一個粥底火鍋 是很容易黏底 想想想 用生米又怎樣 原來生米滾起的湯水 那些米在煲出來 是不會黏底 將生米加進雞湯之後 還可以加上醬拔龐的膽 令湯底更加甜 然後再按自己喜歡 加上吃的海鮮 不過 最期待的畫面 都是這個 然後再加上醬拔龐 倒入炸米和滲滿海鮮鮮味的粥底鍋 一起吃 一次過可以吃到幾重口感 趁著開始轉涼 不妨試一下 進入字幕志願 打開小鈴 感谢观看